近几年,中国大陆频频发生的婴幼儿毒奶粉事件震惊了全世界。 8月29号,本台记者采访了大陆著名作家、民以何时为天艺术的作者周晴。 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是怎么样评价毒奶粉事件的。 连续多年来,中国各地不断出现毒奶粉事件,彰显出中国儿童有毒食品问题十分突出。 周晴认为,儿童消费市场的巨大利益和中共体质的特点,都是促成儿童有毒食品如此泛滥的原因。 从自己的调查中,周晴看到儿童毒奶粉已经达到不分社会阶层,遍布全国的地步。 仅就从奶粉这件事来讲,2004年辅养的劣势奶粉,受害的儿童政府公布是420几个人。 这就是一个农村打工的那些农民工的子弟。 那么过了两三年,三路奶粉,政府公布数字是30万儿童。 那么这个受害群体中国的中小城市和儿童,紧接着到2010年,圣元奶粉出现儿童信造时,仅上海就是3万受害儿童。 由于儿童群体蕴藏着巨大的利益诱惑,导致不法商人铤而走险。 周晴认为,这只是表面的原因,中共的一党专政是所有毒食品的罪恶之源。 巨额的资本和一个腐败透镜的政府的结合,对普通消费者是一个洪水弄手。 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方,食品消费者针对一个食品加工企业永远是弱势。 中国的大企业基本都是跟政府有千丝万里的联系和勾结,这是一个方面。 因为中国又是一个媒体严密管制的国家, 这样就导致了毒食品的愈演愈烈。 我一直在多少年前就在讲一党专政事实,毒食品的万物自若。 周晴来自陕西,2004年出版的《民以和时未听》一书。 这本书获得了报告文学界的最高荣誉,德国尤利西斯奖,新唐人记者普至校园采访报道。